在上一期影片中为了证明谁才是冠军中的冠军 大锤子将为Cina与兰迪策划一场四季对决 好让世界重量级冠军以WWE冠军能够一分高下 而在这一期的影片里 为了让Cina与兰迪能在这场大赛开始前得到一些喘息的空间 绿眼睛将暂停一期John Cena的故事 而今天眼镜兄将为大家带来一些关于可怕选手的介绍 众所周知死神送账者的形象 可说是摔跤史上最可怕恐怖令人畏惧 甚至做噩梦都会梦见他但却又是最成功的典范 而死神的弟弟Kin后来也效仿了送账者模式 打造了另一位类似的人物形象 虽然比起哥哥送账者的成就 Kin似乎有些遥不可及 但比起扮演者雅各布斯之前所演绎过的角色 Kin还是让他的职业生涯达到了另一个高处 并在1998年擂台之王比赛上 打败了头牌史蒂夫·奥斯汀 夺下了首个WWE冠军 后来兄弟俩也在破镜丛严之后 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双打组合毁灭兄弟 并成功赢下了多次双打冠军荣誉 当然除了送账者和Kin以外 在这漫长的摔跤史上 曾经也出现过多位让人触目惊心的恐怖选手 也许他们只是昙花一现 无法像送账者那般大红大纸 但他们在擂台上的付出还是值得让我们回味的 哪怕只是用上不到10分钟的时间 看完眼镜兄的影片 然后在影片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能够点个赞 好让绿眼镜的点赞数可以突破双十亿大关 好了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 这五个不戴面具的最可怕摔跤手 曾几何时在马戏团上 为大家带来欢乐与幽默的小丑 在多部好莱坞著名电影的影响下 小丑这个角色几乎变成了可怕 诡异恐怖 邪恶 以及无恶不作的代名词 在摔跤史上 WWF就曾经出现过这么一位选手 小丑对 由摔跤手马特奥斯本所扮演的小丑 在1993年首次亮相WWF比赛 小丑最初以反派的身份出场 恐怖的整体造型 再加上令人毛骨悚然的主题音乐与动作 小丑这个角色 让许多帅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小丑在擂台上的表演 绝对不是开玩笑那么简单 真性邪恶的他 在擂台上 展现出了自己的敏锐和机制 经常会做出一些 让对手们措手不及的进攻 并会十分享受着折磨对手的感觉 在WWF职业生涯中 小丑与蓝迪萨维奇 Blackheart、King Lawler以及Class等选手 发生过争执 在以萨维奇的比赛中 一向喜欢做弄人的小丑 反被萨维奇以牙还牙 戏弄了小丑 安排了一位小萨维奇 引开了小丑的注意力 并在追逐过程中 绊倒了小丑 顺利将其打败 接着在第九届摔跤狂乐比赛上 以小丑对战的Class 在遭到了两位小丑的攻击之后 Class输掉了比赛 并从此一蹶不振 而在1993年SummerSlam比赛上 在以Blackheart的比赛中 小丑在出招失误之后 被Blackheart执行了Flying Elbow 而就在对手使出索记 Shop Shooter试图屈服小丑时 台下的Roller以拐杖 袭击了Blackheart 导致小丑以取消资格输掉了比赛 随后小丑也尝试改邪归正 并以当时多位臭名周遭的大反派 发生了斗争 最后在2013年 扮演者奥斯本 在他居住的公益中 离开了我们 享年55岁 吸血鬼Vampiro 对吸血鬼的恐惧 已经被好莱坞电影 打造成一项价值连城的生意 并成功向大众 灌输了对尖牙生物的恐惧 而WCW也在1998年的 一集Monday Night Tour节目中 做了同样的事情 请来了由Ian Richard Hawkinson 所扮演的吸血鬼Vampiro 加入了该摔跤联盟 而作为WCW中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选手之一 Vampiro在首次亮相WCW之前 他的名字就已经在摔跤界广为人知 而在加入了WCW之后 Vampiro以多位巨星发生的剧情 其中就包括摩蟹大地Steam 以及Kiss Timo 但一直表现出色的Vampiro 却无法在WCW的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 唯一的一次冠军荣誉 则是与Grid Muda一同夺下的WCW双打冠军 然而两人很快就在一天之后 失去了对双打冠军的统治 而就在WCW被WWF收购的期间 硬伤病住院的Vampiro被告知 新公司对他没有任何的计划 也不会在合并后将他带到WWF 因此Vampiro在康复后便离开了WCW 关好你的房门 仔细检查床底 祈祷不要遇到他 如果不幸被你遇到了 请做好尖叫的准备 来自神秘的无敌地狱 可怕的Boogieman 以2005年来到了Smackdown 这位令人作偶的巨星 总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忽然出现 将对手们下的魂灰魄散 屁股尿流 在2005年强者生存大赛上 时从者当初了Smackdown总经理Teddy Long 击败了他的对手艾里克 随后便在12月2号的Smackdown节目中 进行了首次比赛 与对手Simon Ditt进行了对决 过程中 Boogieman将四人展示了惊人的举动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蚯蚓塞进了对手的嘴里 而更为恶心的是 他还将这些年华的小东西吃进嘴里 从那一夜开始 Boogieman每次出场 都会以口水伴随着嘴里的蚯蚓一同溢出 毫无疑问 面对如此令人反胃的对手 几乎每位巨星都不愿与其发生争执 但总有些不幸的选手 还是逃不过Boogieman的纠缠 甚至与其一同分享了蚯蚓的每位 其中就包括了鼎鼎大名的JBL与Pockety 而以上两位冠军级别选手 在面对Boogieman的时候 没有表现出自己应有的实力也就算了 竟然还抛下了自己的老婆 任由Boogieman处置 其中激烈货与Boogieman之间的剧情 可以说是最令人难以忘怀 而在眼镜凶的印象中 只有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是唯一一位在面对Boogieman时 表现得最为镇定的一个 熬不客气地将Boogieman赶出了自己的视线 当然Boogieman最终还是遇到了克星 一位来自费尔法斯特的战士 Finley 对于黑暗 Finley无所畏惧 即使面对Boogieman如此恶心的对手 爱尔兰战士也毫不废话地 给出迎头痛击 丰富的擂台经验让Finley 在以Boogieman的多次较量中 笑到了最后 虽然Boogieman从未在WWE比赛中 赢得过任何的冠军 其职业生涯也在2009年画上了句号 但在更衣室里依然流传着 许多关于这位爱吃蚯蚓选手的司机 1992年 一位自称为帕帕帕帕帕帕帕的巫师 登陆了当时的WWF 这位奇怪的选手 手里总是拿着冒着烟的骷髅头 沿着走道晃来晃去 那奇异的可怕外表 加上诡异的骷髅面器 和一条用骨头制成的项链 这不就是悟空的师弟杀和尚吗 好 除了那恐怖的造型以外 Shanco还能控制体育馆的灯光 允许在擂台上发生一些无法解释的怪异事情 甚至还可以施法让对手感到痛苦和呕吐 怎么样 现在大家是不是觉得 从前的赛交选手非常的厉害 所以在帕帕Shanco这巫师的造型下 令他在走进擂台之前 就已经让对手们感到恐惧 而在铃声一响后 帕帕Shanco将变得更加的可怕 他会用自己那330磅的身躯 将阻挡自己的一切彻底摧毁 虽然Shanco在WWF的职业生涯并不长 但巫师却对《摔跤狂乐8》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当时Shanco干预了Hogan与Seed之间的四季大战 并以Seed联手向Hogan展开了攻击 索性终极战士及时赶到 才避免了大佬Hogan遭到两人进一步的伤害 而在《摔跤狂乐》结束后 Shanco与终极战士之间的斗争 让巫师获得了重视 在一段令人难忘的采访片段中 Shanco使用黑魔法恐吓战士 导致战士的头部渗出了一种奇怪的黑色液体 而在两人的对抗过程中 Shanco也多次使用巫术 让战士受尽百般折磨 然而在当年的周六晚主赛事上 Shanco获得挑战WWF世界重量级冠军的机会 但最终巫师败给了Shot Shooter 输给了时任冠军Blackheart 在那以后Shanco便慢慢淡出了观众们的视线 但他并没有离开 扮演者查尔斯·赖特 之后也以不同的身份回归WWF 这些角色就包括97年的卡玛 以及98年的Gabfather 阿巴顿 阿巴顿这个名字 源自于希伯来语放弃 其含义为无底的摧毁 一位来自独立摔跤品牌的神秘女孩阿巴顿 于2020年三月登陆了AEW 他在首秀上对阵选手智田光 虽然没能在比赛中获得胜利 但阿巴顿在观众们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妆容让人想起了电影中的僵尸 出道不久的他很快就得到了AEW副总裁肯尼的称赞 声称每当看见阿巴顿这恐怖电影般的角色时 观众们都会准备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他的角色当中 阿巴顿是独一无二的 他就像是一颗未经加工的钻石 肯尼希望培养阿巴顿 并认为阿巴顿日后的发展将令人兴奋 而在擂台上如此恐怖的女孩 在没有化妆的情况下 却和场上的他判若两人 AEW今后将如何使用这只潜力骨 还有待观察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阿巴顿将成为最强大的女子选手之一 好了 在介绍完这五位恐怖的摔跤巨星之后 今天的节目也该告一段落了 如果还有哪位恐怖的摔跤选手 是眼镜兄没有提到的 欢迎大家留言与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